這裡有一個消息 說在2023年8月14日 有一架飛機由Miami到智利的Santiago 飛行時間本來預定是8小時 可惜2小時後 機長暈倒了 結果死了 在市場裏面死了 唯有被迫飛機在Palama City 降落 之後第三名飛行員亦倒了 這些事發生在飛機上 第一 很少 第二 非常危險 現在一個56歲的機長 飛了2小時左右 說自己覺得不舒服 去了廁所 結果飛機上的服務員發現 機長在廁所裏面暈倒了 搶救無效 機長結果死了 本來飛機有3個飛行員 便沒事了 剩下2個 唯有把飛機安全地在巴南亞城降落 機長倒了28分鐘後 到那時機長被宣佈死亡 他說現在飛機仍在巴南亞城 10年後 還未起飛 而第三個機長 亦因為這樣而沒有工作 現在一死一個失效 有圖有想我 自從2023年3月份 已經有很多鐘 這裡有個接鏈 我記得我和大家分享過這個接鏈 所以不再和大家分享了 這裡是幾大隻字 就是這間LATAM的航空公司 飛行2小時後 機長在洗手間 然後死亡 唯有去巴南亞運河的位置 由馬亞米飛到這裡 那本來應該再向下飛 沒有了 為什麼會這麼多飛行員有問題呢